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忙东忙西的 但是真的走对路了吗 牧师也提醒我们 分别为圣的观念很重要 只有真正的分别 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人常常会去爱那些 会巴结我们的 或者是鼓励我们肯定我们的 可是他们却是想要分化我们 或分化我们跟神的关系的 这样的人我们想要跟他们合一 但是这些人呢 在神的眼中 他们其实才是仇敌 神不要我们去跟这样子的状况的人合一 那么我们常常呢 却陷入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常常不能够去跟这样的人合一 这些人却是常常为我们流泪祷告 劝我们要改变的人 提醒我们生命要破碎 要更新 要谦卑 我们反而是非常的抗拒 不想要跟他们合一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更要谨慎的 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到底是在与哪一些人合一呢 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神 我们愿意去分别为圣呢 牧师也提醒 跑错路 做更多 其实是更危险的 当你方向错了 你做更多 反而是一件不好的事 牧师举了一个例子 就好比你非常会做业绩 你的业绩是第一名 哇非常棒 可是呢 你在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在诈骗集团 你在诈骗集团 你做的业绩越好 就表示说 你做的越多 反而是犯罪越大 更加的糟糕 这就是在错的道路中 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你做的很棒 其实是一种 更危险的一个境地 此外呢 做好事 并不一定是生命的荣耀 做好事善事 并不等于呢 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 很多基督徒 为何信了这么久 还是不快乐 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活还是 好像愁云产物 我们好像 还是这么不快乐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我们路走对了 这个很好 但是我们却不敢踏出去 这是一个关键 我们明明知道 这个方向对了 可是我们却不跨出去 这也会带给我们 好像一种沮丧 这是一个遗憾 就如同耶稣在告诉 这个姨玛五思的门徒说 你们信得太迟钝了 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 他们也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跟随耶稣 所以生命就是叹齐跟不快乐 有奖赏的得胜 才能明白 向着标杆直跑的喜乐 有真正的冠冕 才能够体会 当跑的路的喜乐 牧师说 走对路的感觉呢 其实是很兴奋的 是会让你用跑的 不是只是用走的 或者是慢慢的拖着脚步 当你确定了前面有奖赏 有标杆的时候 其实你是非常快乐的 是向前奔跑的 在约书亚记三章一到七节 这段经文呢 讲到说 你们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当你们看见 耶和华的约会 祭司立位人 你们如果看见祭司 就如同看见教会的道路 当百姓要过约旦河 是要跟随着祭司 所扛抬着神的约会 人要离开自己 所站的这个地方 要跟着约会 要过约旦河 要进到那迦南的美地 所以其实 我们就是要跟着神 我们要跟着祭司 从这个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提醒 教会的道路 就是帮助你去遇见神 我们需要教会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 遇见神的道路 能够辛勤的 殷勤的走在这期间 牧师用三点来提醒我们 第一个是 我们要先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我们要自洁 我们是不是生命 有很多是需要被主来洁净的 因为世界天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事物 在诱惑着我们 我们要先脱离这个卑贱 生命成为圣洁才能够被神所用 第二点 我们要成为这世上的光 祭司的职份其实真的很重要 因为祭司会帮助你看到异象 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 那我们也要有国度观 不是只是在这个政党之分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神国度的圣洁的祭司 第三点牧师提醒我们要成为传承的路 真正的教会并不是要去比较谁比较厉害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普通 牧师常也在教会告诉我们 我们是团队 我们能够合一 是因为我们都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样子组合在一起 才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肢体生活 我们自己走对路 我们跟随着神 我们跟随着好像就是约书亚 祭司还有神的约会 我们跟着神的道路 当我们去跟的时候 我们的子女们 我们的下一代也都会走对路 当我们自己走对路的时候 下一代看着我们的榜样 他们也才会走对路 就如同神说 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与你同在 上帝就这样子鼓励约书亚 所以约书亚他有一个榜样 他看着神与摩西同在 所以他知道 这位神也会与约书亚他自己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下一代 看见神如何与我们同在 与教会同在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去经历到 他们自己与神这样的一个关系 并且能够去经历到与神同在的喜乐 牧师也提醒说 一直要面子的人 他们是没有办法谦卑下来的 也唯有越谦卑的人 越有上帝所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样式 牧师他用三点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我们要懂什么是窄的路 我们要走对的路 我们要用跑的来走这条路 不是慢慢的 而是当你确定了这个标杆的时候 你要向前快乐的奔跑 仅此一生一定要走对 弟兄姐妹 我们的人生就这么样一次 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的道路 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 就是快乐的喜乐的来跟随主呢 让我们的生命就是朝向这样的目标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